零成本恢復視力 飛行員都在用 網路影片教你五招恢復視力 號稱近視度數 從800降到100度 連飛行員都在用 怎麼呢 真有這麼神 到底是拿五招 一是快速眨眼20次 再來盯著指尖擺動四五次 接著上下左右動一動 外加順利時針轉一轉 最後熱伏30秒 號稱度數就能秒降 有啊 就是這樣轉轉轉 就是有時候放鬆運動一下不錯 民眾或多或少 有看過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對於近視度數800度 降到100度 你相信嗎 度數會降低 我是沒有做過 也沒有聽說過這個 一是說恢復視力 靠眼球運動基本不可能 但這五招除了快速眨眼 不建議之外 看遠看鏡的方式 確實有助於結狀肌的運動 調節眼睛肌肉能延緩 視力惡化 有辦法做 只是我們誤解 他把它拿到治療精神 不要這樣講 他調節這個 我覺得這個運動 它是OK的 另外熱伏只要避免過燙 也有助於眼周肌肉的放鬆 但如果光靠這些運動 近視度數就能秒降 所有人都不用戴眼鏡了 眼科診所大概也通通 都要關門 在重溫日報警 陳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總部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證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